美國不會無緣無故發射 義勇兵的洲際飛彈 而且他一發射的話 就超過四五千公里的以後 那麼精準打擊 直接打中他的目標 那麼美國每次發射 都有他的戰略上面的意義 那麼可怕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各位還記不記得 中共曾經因為不爽 美國對台灣太好 怕派一大堆部長級的來台灣 所以曾經發射了四顆飛彈 那麼直接射到南海 而他最可怕的地方在於 其中兩顆 不知道發射在什麼地方 連中共都不知道 這是全世界最可怕的 因為連發射國都不知道 自己的飛彈到南海去了 聽說掉到廣西 精準打擊美軍 在跟人民解放軍中的差距 就差這麼多 那麼事實上 在這一次的 中共的相關 中國相關的提醒裡面 其實在9月18號918之前 那麼中共也曾經在 包括上海 包括北京進行過 那麼空襲警報的施放 那麼也要求大家要有提高警覺等等 當他們的講法是說要大家要備戰 要像當年的那麼抗日那樣的一個備戰精神 不可以懈戴等等 不過那麼從很多面向可以看得出來 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當然是疫情 那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老是說台灣的這個疫情是蓋牌 但是中國所有的本土疫情 你知道他們都推到哪裡去嗎 都推到國外進口的冷凍食物上面 你知道嗎 國外進口的冷凍食物 全世界只有中國驗得出來 那麼活的相關的武漢肺炎病毒 他每次都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哪裡的鮭魚 就是哪裡的什麼魚 反正講了半天都是別人來的 連武漢肺炎病毒都懷疑是美軍帶進來的 反正就是不承認是自己幹的 今天那麼中共大外宣 它的消融無人 這個所謂的無人機 號稱說一起擺出來說有好多飛彈 意思就是說 它的消融無人戰機 很大的那個無人戰機 號稱可以比美 美國要賣給台灣的這個死神 無人機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它很可能大舉了 在這次亞美尼亞跟亞塞拜人戰爭裡面 無人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相信中共會大舉在無人機上面 因為它一過來你就飛彈對準 然後飛機去攔截等等 它的無人機 那麼試圖在海峽兩岸這個地方 進行虧視 它的頻率會變高 我們要如何因應 雷達之外 那麼你要如何去因應 我個人建議 個人建議 那麼今年本來要除役的英式防空飛彈 延遲一到兩年除役 為什麼這樣子說 我國還有幾百枚的英式飛彈 那麼照理來講 因為它比較老舊了 所以它應該跟以前的勝利女神飛彈 所謂的力士飛彈一樣除役 本來今年一樣除役 嚴格一兩年 為什麼呢 因為包括暗基魚叉飛彈 還有很多的熊衛熊山的飛彈 天空飛彈 我們都還在量產當中 這個時候 那麼留下英式飛彈 就是打它這個所謂大型消融無人機最棒的一個武器 因為全世界在土耳其已經證實 用英式飛彈直接可以把中共的所謂的消融大型無人機全部打掉 一台都不留就對了 所以打這個所謂消融戰機 我們的英式飛彈最適合 而且呢 因為英式飛彈即將要淘汰 你幾百顆放在這個地方也是淘汰嘛 你不如留著 留著 那麼哪一天要用到 不知道 但用到的時候 就不會讓它和你唱軍 和你囂張啦 但是從上個禮拜一個動作看出來 各位 短期之內 台海不會有戰事 上個禮拜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 不是國台辦 也不是外交部 竟然出來喜之之喜不自身的說 他們的高層 他們的高層 跟那麼美國的高層國防部長 那麼通上電話了 美國國防部長 告訴他們 絕對不會用死神無人機 去丟他們南海的島礁 他們好高興 你知道嗎 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怎麼會 中共的國防部的發言人 形同求和 你知道嗎 還講一大堆說 什麼兩國的國防 兩邊 兩國配合無間 大家希望 台灣和平等等 希望以後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要戰爭等等 所以從這些地方看得出來 中共那麼內憂外患不斷 所以習近平事實上 嘴巴講得好聽說 我們一定要學習台灣 我們一定要武統的 事實上現在 已經進入慢慢慢慢 隨著美國的選情 慢慢慢慢的即將明朗化的時候 中共其實 他現在跟他頭痛 他自己本身的 這個所謂的內政外交 當然 站在他的立場 他還是希望拜登能夠當選 拜登當選了以後 那麼第一件事情就可能把川普本來針對中國的3500億美金的貿易逆差 懲罰性關稅全部解除 對習近平來講 那將會是鬆了一口氣 其實 其實這個美國日本這段時間 並沒有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即將落寞而鬆懈對中國的軍事上的威責 剛剛瑞德哥講那個義勇軍三行 上一次設是今年8月 為什麼8月要設 因為就剛剛講 因為中國設了東風21 26 不知道怎麼去 對 美國就剛剛講 你這個太遜了 2000公里 還不知道要射到哪裡去 我打一個6500公里的給你看 而且還精準命中給你看 告訴你誰才是老大 這是威責的戰略 所以你看一邊威責 一邊利劍完 然後再來日本的自衛隊 他其實這獨海新聞的報導 他即將在明年舉行 剛剛提到的 高達14萬人的大規模演習 他設定的場景是中國武力犯台 事實上這個在每次安保當中 就叫做周邊有事 14萬人是什麼概念 日本的陸上自衛隊一共15萬人 他這次說出了14萬人 來進行大規模演習 全部日本的自衛隊 陸海空三軍加起來22萬人 等於三分之二的日本自衛隊 全部出動 哥哥想想看那個規模 有多麼的龐大 那他針對所設定的是 中國的武力犯台 上一次日本有這麼大規模的 自衛隊的演習是在1985年 還冷戰時期 也差不多這個規模 當時設定的是 蘇聯入侵北海道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同樣的道理 現在日本很明確的 在監獄委上台之後 在岸信夫擔任所謂的 這個國防大臣之後 看起來慢慢的把中國 視為一個對於區域威脅的 假想敵 而除了要跟美國合作之外 自己也要獨立自主的 去做這些相關的演習 而且設定武力犯台代表什麼 代表日台之間 還是有很緊密的連結 對侵犯台灣 也等於是可能威脅到 日本的安全跟生存 所以才有這樣子的 我們說共機擾台 其實共機去日本分的也很多吧 最早從2012年開始最早是找日本 一年超過一千架次 一年超過一千架次 問到日本你就飛吧 我就盯著你看 他以後來不飛了 可是共機就把它變成所謂的 事實的一個飛法 就變成你飛習慣了 剛剛貴雷哥還講到一個 那個無人機 日本今天也傳出來 他的這個國家安全委會 在研議 明年是不是要把這一段給中國 攻擊給中國無人機的相關的 這個無人機供應鏈把中國踢出去 也是說我現在很多無人 中國的無人機大疆 那些什麼東西 他可能技術資訊 是來自於日本科技 日本現在研議說 無人機對我的威脅越來越大 是不是也要把無人機 從中國的 從這個產業鏈踢出去 中國如果這樣又被踢出去之後 我不知道這個無人機 是不是還有這麼可以 這麼囂張 這麼樣可以 好像一副可以 這個目中無人的狀況 當我供應鏈鍛鍊之後 我就是斷你手腳 對不對 沒有錯 第五版